北韓地下核事後 南韓各防部發放片段表示 是邊境部署多枚巡航導彈 射程足夠覆蓋整個北韓 北韓官方潮中社發表評論文章 警告任何偶然事件 都會引發朝鮮半島全面戰爭 據南韓聯合通訊社報道 北韓也已經部署了多支飛無腿導彈 發射5分鐘內就可以擊中首爾 部分遠程導彈的射程 更可以覆蓋關島的美軍基地 在南韓首爾繼續有反北韓示威 示威者銷毀金正恩畫像和火箭模型 要求南韓政府對北韓採取嚴厲的行動 南韓國會就以大比數通過 譴責北韓核事的決議案 後任總統朴近衛就警告 北韓再次核事 消耗國力 進一步受國際孤立 北韓自取滅亡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通過譴責北韓核事後 安理會正是草擬新一份制裁方案 懲罰北韓核事 美國國務卿克里也敦促國際社會 迅速採取果斷措施 制裁北韓 否則有可能鼓勵伊朗發展核武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康文報導 好